阿扁啊 现在在那里面 他到底进了特征组出来的时候 是自由生呢 还是真的向他大声预告的被关 成为卸任元首被押的第一人 那么他昨天在记者会上面 就一直在讲说 他这个十字架 让他来为台湾 一个人为台湾来背就好了 又说什么 他是因为什么国共两党 怎么样怎么样的 所以一定要押他回去 马英九是因为要替对岸来出气 什么的 这些的话呢 国民党立委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甚至还引用阿扁昨天自己的话 来讲说 我们等这一天 也等了很久了 邱毅甚至呢 拿这个狂人海珊来比喻 说只有海珊这样子 十恶不赦的罪犯 才会在法庭上面使用监末权 陈前总统出庭前 扬言要用监末权 立委邱毅反批 这是极权领袖才会做的事 凡是万恶不赦的人 到了法庭被征训的时候 都是保持监末权 海珊就是如此 国民党立委加强火力 在陈水扁出庭前 炮火全开 刚刚陈水扁居然说 他要去做巴士抵御 我听了吓了一条 不过想也对 他是要搭巴士抵达监狱 所以这是一个莫名其妙 自己被人家抓包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耶路走多碰到鬼 但是呢 你今天还牵托别人 你还要自比雷震 你还要脸不要脸呢 我们怎么那么倒霉 台湾怎么出了这一个货色 真是全民之不幸 赶快进去吧 不会有人想你的 陈水扁收押了以后 等于整个扁家的资助就没有了 整个扁家权力的外衣 就被撕下来了 那时候陈志忠还能嚣张吗 还能奸诈吗 还能狡猾吗 我认为说陈水扁收押以后 对陈志忠来说 他就像是风中残足 陈建总统出庭前 诉说心情拌干净 蓝营立委却怎么看 都不觉得有说服力 中文新闻黄安琴 文宇台北报导 好那么检教今天再度的 这个传承水扁呢 而在过去因为取得 搜狗经营权 扁扫吴淑珍到底有没有介入 一直成为大家关注焦点的 远东百货呢 今天又在各大报纸上 你看画面上 他们就登了半版的大幅广告 声明说自己爱逮玩 拼经济要找回公理正义 还强调说远东百货也是受害者 强硬的语气说 对爆料者的行径 绝对不会姑息 对爆料者的行徒